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來 泰瑞 泰瑞你開麥 泰瑞 喂喂喂 泰瑞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台灣人 台北80後 80後台北的網友是吧 對 你是八幾啊 欸 那就不好說了 哈哈哈哈 反正就80後嘛 好 80後 來 那個80後的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啊 剛剛那個維尼寫斯說 台灣人這是小 發生在台灣是小事嗎對不對 這個B&W冰淇淋事件 對 他說的 我不認為欸 怎麼說 對對對 台灣人也會很生氣 因為 可能反應沒有像大陸那麼嚴重 嗯 可是 就是前幾年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嗯 就是台灣有一個 老外實況主叫CJ 嗯哼 你知道嗎 你說說看那個事情 嗯 就是 他本來是 Twitch的實況主 然後在台灣很紅的一個老外 我忘記 他好像是美國人吧 嗯 但是他的實況上 就是常常跟台灣女生 呃 有很多互動 嗯 然後到處 在台灣開實況 嗯 然後 當然你知道 台灣女生也跟他 會有很多樂弱的互動 對啊 對啊 女生都這樣 對 然後 對 所以你知道多多少少有時候 有些男生會有點吃味嗎 對啊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這些都還好 可是就是 這種時間久了 就是 他 對台灣女生 呃態度也比較輕浮 嗯 然後有一次就是他跟另外一個老外的朋友 嗯 然後做節目 然後那個節目是 呃 他跟一個台灣女生 跟一個香港女生在 泡溫泉 嗯 對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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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然 其中一個女生 你知道就 突然 呃 做出有一點比較 不雅的動作 就是在那個老外面前這樣跪下去 然後又站起來 然後那個老外就說 Easy 哦 老外 就在節目上說 Easy 這樣 然後這件事情就 就爆發了 嗯 就 就是台灣女生很Easy 嗯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這樣 就台灣女生Easy 這件事情就爆發了 嗯 然後 很多人生氣 然後 其實也沒 一開始沒有那麼嚴重 嗯 可是後來館長 嗯 館長他 竟然當出頭鳥 他把這件事情給爆出來 嗯 這件事情就 在台灣變成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嗯 然後館長 直接 開他的直播痛罵 嗯 說 你覺得全台灣女生都很疑急嗎 嗯 然後就大罵這個老外 嗯 對 那時候館長也是 就是 在那個Twitch直播上 對 很生氣說 你捷哥你不知道這個新聞喔 我我我 我想起來好像有這麼一回事喔 但是這個情緒就是變得是 難 難的就是在 在 就亞洲男性在白人男性面前 感覺長期以來是第一等的 那種情緒爆發了 嗯 對對對 就是 就是長期的那種 長期的那種 對我知道 就是覺得 奇怪為什麼老外來亞洲 就是 呃吃香喝辣這樣子 對 對我知道 嗯我知道那個 然後就爆發了 那館長那時候已經是名人了 嗯 由他出來講 嗯 那個時候他還不是台獨 那時候他還不是台獨 嗯 他相關還很正喔 嗯 他那個時候對 對 後來後來他就出他就爆發出來講 然後這個事情就 不可收拾了 然後當然 某方面 那個 從洋媚外在台灣也被 一定程度檢討 嗯 那時候還檢討蠻蠻蠻蠻蠻大的 嗯 對然後那個CGA這個老外呢 在台灣真的待不下去了 嗯 他走到哪裡都是被人家拒絕 比如說 他要進去 因為他是做實況的 嗯 他要進去 呃什麼遊樂場或游泳池 嗯 然後就會被 公眾人員說 抱歉我們不方便 嗯 邀請你 對 對他在台灣待不下去了 嗯 對他在台灣待不下去了 他現在 他後來就跑到聽說韓國還是日本 嗯 嗯 對所以有有有這件事情 就是他不尊重台灣女性的那個表現 對他 對他不尊重台灣女性嘛 當然台灣女生 我我我的意思 他他他私下可能跟女生這樣互動 那女生也要做見自己沒有關係 但他他竟然把這樣的行為給公開化了 他搬到檯面上 他搬到檯面上 對 沒錯 那那就是 對 對 所以當然很多人就受不了嘛 對不對 我知道 對 你講這個讓我想到另外一件 一個類似的事情 但是發生在香港 記得之前也是有一個在香港蘭桂坊 然後一個香港女生 然後旁邊有一個香港男生 然後就有一個老外 這我知道 這我知道 對 就有一個老外去勾搭那個 好像那個香港男生的女伴 然後那個女伴就去跟那個老外 就開始在那裡 什麼又簽還是又啊 然後那旁邊那個男人 對對對對對 就像白痴在那裡 香港女生也這個德性 這個YT的 這個YT的 影片都還找得到啊 對對 但你知道我講的是哪一個事對不對 對就是在香港 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 就是同樣的事情 對就是說 我覺得兩岸三地的男性 在這種事情 大家都聯合起來了 就是說 對 好像都是這樣啊 香港女生也是這樣 對啊 所以 然後我的意思是 嗯 我個人的立場 我是支持統一的 嗯 我是支持統一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 你國家強大了 你對男生的地位提升有幫助嗎 哦 是不是這樣子講 嗯 因為我曾經 我也曾經跟那個印尼的女生 印尼妹子聊天過 哦 嗯 對 她那個時候 她們覺得說 她們沒有把台灣跟中國想在一起 嗯 對 對她 我那時候跟就是閒話家常 她 她回印尼了 我說你為什麼沒有繼續待在台灣 嗯 她說台灣地方太小 嗯 人口太少 嗯 她說印尼很大 嗯 她那個時候講我沒有辦法反駁 我那時候就灑住了 對如果 可是如果是現在我會說 台灣 台灣 是 14億人怎麼會 哦 一個省怎麼會小呢 嗯 對啊 我那時候我現在會這樣子講 我那時候我是灑住了 沒有沒有辦法反駁 因為 台灣跟印尼比起來真的是小啊 嗯 地方小人口早啊 嗯 對啊可是我現在我會講說 你搞錯了 台灣是 那個 有14億人口 哦 呵呵 台灣是泱泱大國的一個省 怎麼會是小的 台灣聯合國武 台灣在聯合國武昌裡面哦 嗯我們是大國啊 哦是這樣子 對對對現在我會這樣子講啊 哦 就 對對對 其實台灣人 就是很奇怪 嗯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那種思維 就 就 而且而且台灣台獨很好笑的是 台獨你知道台獨男生很喜歡那個 日本妹 嗯 你知道嗎 我反對 我反對 台獨 台獨跟同派都喜歡日本妹啊幹 哦來你繼續 呃 我不知道 就見人 誰不喜歡日本妹來你繼續 好來 欸 可能是我以前常常在看那些台獨 台獨的小綠綠的發言 我發現他們很推崇日本的女生 OK 對 他們叫他們櫻花 叫他們櫻花妹吧 嗯 嗯 嗯 然後 比如說那個巴哈姆特好了那個網站啊 嗯 對 就很多很多台獨嘛 嗯 對 然後他們很推崇櫻花妹 嗯 推崇點在哪裡 那我的 蛤 推崇的點在哪裡 推崇點 你說推崇點嗎 對 推崇的點 推崇櫻花妹的地方 嗯 我就常常常稱讚啊 嗯 或者是發那些櫻花妹的圖啊 嗯 當然還有二次元的啦 OK 好 對 然後我的 我的意思是 你台灣在日本 你真的日本人瞧得起你嗎 蛤 你 你如果 兩岸是一個 統一的中國 嗯 你要把櫻花妹你不覺得更容易嗎 哦 哦 我的 不是這樣子嗎 OK 我知道 既然喜歡櫻花妹就兩岸統一 你這樣更好把 是吧 對啊 是啊 你那個身份地位不一樣了嘛 是是是 你台灣 你台灣日本人看你是前殖民地耶 是 台灣日本人看你是前殖民地耶 嗯 那你現在你是回到中國 那完全不一樣嘛 日本人敬畏你三分嘛 是 是啊 好 好 是台灣人真的很不會想耶 台獨人真的很不會想 真的 喜歡櫻花妹要支持統一啊 是不是 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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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我大概講得起你嗎 櫻花妹也看不起啊 對啊 你是一個前殖民地 日本人 日本人看得起你嗎 真的是 是啊 好 OK 對對對 我就大概講這些 好好好 謝謝你 OKOK 謝謝泰瑞 不會不會 你喜歡櫻花妹嗎 我還好 好 OKOK 就這樣 OKOK 謝謝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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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